第七题,小明将200克20度C的水与300克60度C的水混合 若热量没有散湿,则混合后的温度因为下列合者 那这要回到我们老师上课强调过的 一杯热水加一杯冷水会变成一杯温水 因为热量会转移由高温转到低温 而转移的时候能量不会损失 所以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那大部分的题目里面都没有散热 那么怎么样算热呢 计算公式是H等于MSΔT 所以呢谁放热 高温的放热60度C放热 所以MS水的比热是1ΔT 我们原来是60度,降温到T度C 等于呢我们低温的吸热MSΔT 质量是200比热是1 温度变化呢从20度升到T度C 所以T减20 所以呢这个100跟100消掉 所以180减3T等于2T减掉40 那在一项之后变成5T等于呢 我们的220 所以T就等于44度C 所以我们的末温呢是44度C 第七听我们说 热量没有散失 则混合后的温度因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C 44度C